好 開始 今天我要做乳酪蛋糕 我要用童夢這個模 就半圓形的模 因為這兩天呢 前面實驗了別種 別種蛋糕的形式 那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乳酪蛋糕 回歸到最原始的 好 然後呢 乳酪蛋糕基本上 偷偷告訴你 我是第一次做 好 所以剛剛有餓補了一下做法 那我們就先把蛋白 先稍微打發 然後材料有蛋白就這裡 蛋白跟糖要先打發 一點點檸檬汁 然後蛋黃 然後這邊是一勁麵粉 這邊的是奶油乳酪跟水 已經混合了 我剛剛已經把它混合進去 然後做篩果 所以現在這邊變得很細緻 看 開始了哈 好 好 那我首先在它處理的時候 我記得齁 這個膜是這樣用 噴了炒排球之後呢 我們把它 就是刷成在裡頭 然後讓水能夠激勻的 在裡面 這樣子差不多也不在裡面 就是還不會讓蛋糕黏抹 好 好 就說一點點 來 然後這個麵粉 低筋的麵粉 在模裡面的低筋麵粉 是你配方正量外面的喔 不是配方裡面拿來弄喔 不可以喔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的蛋糕可能就會失敗 好 好不好 好像這樣子 你也會在外面看 好像要蛋糕 好 旁邊那部分比較小 那我就再彎一點 好 有一點油 好 等我一下齁 好 我顧著 就忘記我的蛋白 好這時候 好 好 我們烤模處理好之後呢 這時候蛋白 記得慢慢加一點糖 先給你進來 那蛋白打發的程度 其實就是 大概是心靠靠就可以了 就是軟奶 不要打太硬 打太硬那個蛋糕自然 就不對了 好 這時候呢 我要煮更一個 打在一起 在這邊 這邊 這邊 看得到嗎 好 那我們就確認一下 有沒有 大概像這樣彎彎的 你就彎彎的 看得到嗎 好 拍個照片 對 我很愛拍照 對 因為拍照是 自己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啊 啊 好 先放放 記得要鎖緊 哈 不要亂來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齁 這時候呢 你看已經差不多了 大概蛋白打得還蠻細緻 就是 有一點彎彎的程度 有一點彎彎的程度 好 然後 我就把它 移出來 看看喔 好 好 等一下 登登 妹妹在外面看媽媽做蛋白 好 好 這時候 看一下 好 記得喔 鋼盆底下墊一塊布 防止它亂滑 然後呢 這時候 我們會用手打的方式 再來調整一下蛋白打發的程度 好 差不多 好 然後 這邊呢 嗯 有 妹妹有 這時候呢 我會把 蛋黃部分 這樣 加在奶油乳肉跟 水裡頭 跟牛奶的 這個混合液體裡頭 其實剛剛應該要先做 但是我一直忘記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現在這樣也是ok的 好 好我們就把它混合均勻 其實沒有到打發的程度 好沒有到打發的程度 這樣混合均勻 然後呢 你再把粉 給塞進來 不急 莫急莫慌莫害怕 對阿 我們剛剛錯了都不夠 沒關係啦 其實每次都遇到不同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就不要緊張 反正就是給它做到完 就好了 好 好 混合均勻 我蛋白打發已經在等了 那你也不能 脫太久 好 這是考驗我 第一次做乳酪蛋糕 就這麼刺激 其實乳酪蛋糕 真的還蠻好吃的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沒做過 可能以前都 都失敗到混合 那個 奶油乳酪的部分 就會覺得它 硬塊好像很多 咦 OK 好 好 好 對 好 好 看 我們 我們 在一起 為什麼我覺得我做的樣子跟剛剛在參考別的老師做的那個感覺 是不太一樣的 沒關係我們看看這樣會不會成功 或許我有我的特色吧 那這個配方其實就是也是參考別人的啦 所以我就不公開 那你們自己去找 因為我只是要做個紀錄 莫疾莫害怕 其實大概簡單用打盤其實比較均勻一點點 好OK 那就是用這個 蛋白進來 然後呢 這時候下一個動作是什麼拍照 不是啦 趕快動手把去混均勻不要再玩了 然後很細緻 我現在做到很細緻的乳肉蛋糕 等一下就下午茶給你吃 我好像不在對 現在已經幾點了 好 記得喔 在混合的時候 你一定要從底下翻起來看看那個顏色 那因為蛋白本身的顏色是比較白的 所以呢 你的大黃虎這邊 你一看你就知道 欸到底有沒有混合均勻的 好 沒想到這個量還不錯 可以做到兩顆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這個是要用水浴的方式去做 去慢慢烤 然後烤出來才會很細緻 就是 如果我考成功的話 我就會錄下集 就是脫模 如果 如果我沒有分享下集 那基本上就是失敗了 好 好 好 我們基本上是要讓它均勻 所以這個 你從底下翻上來有沒有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就是不要一點點白白那個打發的蛋白那個部分 然後呢 有時候我會用這個打蛋器再混合一下 因為打蛋器混合還蠻均勻的 好 然後呢 會有一點點的檸檬汁 我檸檬汁是用 線材 線炸的 沒有到線材 我們家沒走 是線炸檸檬汁 不是那種 就是那種 罐頭那種的 那種是調出來的味道 我不喜歡 好 OK Merry good 那 看一下齁 你看這個鋼跟這個鋼是不是很尖尖大小 希望今天會烤成功 希望可以有東西可以分享啦 好 來 先把它 這邊 登登 然後高高的這樣把它倒下來 哇 非常完美 有看到嗎 非常非常的完美 其實滷肉蛋糕的烤盒問我一直抓不到 這也是我沒有很想做的原因 因為 總是會覺得 烤沒吃臉啊 的一些因素 就覺得很煩啊 那個 稍微有點多 那有點多 我覺得不要冒險 因為這樣子 等一下溢出來才很麻煩 一件事情 多 我們就放一個小烤沫 跟這個 跟它一起進去烤 對不對 基本上我覺得大概是九分滿就OK了 你不要讓它太滿 因為它還是會有稍微有 有膨脹的空間 所以如果太滿等一下流出來 你會留在烤盤裡面 這樣就變得很噁心很噁心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你看 其實這樣還可以做一個小的 好 等一下我再拿小的同夢出來 我們再烤一個小的 好不好 好 那我的小同夢在哪裡 欸 欸 欸 我的小同夢在哪裡 不好意思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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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希望我們沒人講話 欸 欸 欸 我的小同夢在哪裡 欸 好吧 我們先把它送進 送進烤箱了 好 拜拜 拜拜